之前的一期视频 我给大家带来了对于黑死魔名字寓意的猜测 你看过了吗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黑死魔的外貌 常态暂且不提 为什么黑死魔的最终形态会这么丑呢 实际上这样的外貌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来 而是借鉴了日本神话中的牛鬼形象 牛鬼出自鸟山实验的画图白鬼夜行 是一种恶毒的海怪 它的头是牛的形状 身子则仿佛巨型的蜘蛛或螃蟹 除此之外 牛鬼还拥有附带诅咒的凶眼 被其凝视的人会产生诸多幻觉 不久便会蹊跷流血而亡 现在我们回过头 再来看看黑死魔的最终形态 除了背部的触手外 其他地方都与牛鬼极为相似 而且相较于牛鬼显得更加凶恶 要知道无惨的最终形态 即有参考章鱼触手的痕迹 非死魔背部的触手 似乎也本着同源的想法 一并塑造成了相近的样子